你不找我報仇, 我也要找你 你一定想要你, 你還想怎麼折磨我 大師父, 大師父… 快點, 快 是… 快 快點, 走 快點, 走 快, 停, 放下 扶他起來, 扶他起來 好… 小妖女, 你又耍甚麼花招啊? 抬著走, 還不快抬, 前奏 小妖女, 快點 快點 你又搞甚麼鬼啊? 小妖女, 進來 快走 把手採幹淨了 鼓起柯大侠, 然後把轎子抬到後面去 黄 防鐵槍, 威震當勢 到頭來還不是身手異處 這支槍真是鐵做的 我看有三十多斤重 柯大俠, 你丟了一支鐵杖 我給你這支鐵槍 明天我們各走各的 你也可以用來防身 這是我爹煉製的田七沙膽墨 對你的傷有好處 用不用隨你的便 鞭腰, 革鞋子地 把牠面倒出來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郭陽鋒 快跟我來, 快點 走 公公, 傻姑不走了 傻姑很累 公公, 我不走了 好了…你歇一會兒 哥哥… 上面…上面那些飛的飛飛 好可怕 如果你再不聽話 明天就留你一個人在這兒 叫上面的飛飛來咬你 不要… 快進去吧 今天來了個洪七公幫他們 我以為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誰知道他們跑了 雖然他們都逃脫了 但是他們已經看見了歐陽先生的神威 等以後再收拾他們吧 歐陽前輩 令職武功高強 人品俊雅瀟灑 對晚輩也非常好 只可惜他正當英年 被群人教那幫臭道士殺害了 晚輩也曾經發過誓 要替他報仇血恨 只可惜晚輩武功低微 心有餘而力不足 你有這樣的心 我很欣慰 現在白駝山已經沒有傳人了 我就收你為徒吧 徒兒叩見師父 歐陽先生願意收康兒為徒 靜師之禮一定不可少 金銀寶物, 我拜託山有的事 我收康兒為徒 是因為他聰明伶俐 而我的武功也好有個傳人 小王一時失言 歐陽先生千萬不要見怪 大手 傻瓜肚子餓了… 拿點東西給他吃 哥哥, 你要帶我回家 你忘記了 吃飽了就快點去睡 明天帶你回家 我不睡…這裡有鬼 傻丫頭, 怎麼會有鬼呢? 師婆墳墓的那些鬼 會追殺你的… 我告訴你 如果你再胡說八道 我明天叫師公帶你回桃花島 不要… 非得我不把那天馬上的事告訴別人 不准你再多嘴, 趁不來快點去睡 走 楊康一定有問題 我要出去查查 如果我死了, 你就叫我爹替我報仇 歐陽伯伯 好… 是我爹叫我來等歐陽伯伯大駕光臨 你們用不了大驚小怪嗎? 東邪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我爹衣補星相無所不通 怎麼會不知道呢? 歐陽伯伯, 我爹這次被你害慘了 他現在小蓬來被那些臭道士圍困 你再不救他, 他脫不了身了 你的話可信嗎? 明明是你殺死他師弟 那幫臭道士反而找他報仇 你知道我爹心高氣傲 不善於辨別是非 才鬧成這個樣子 你爹的武功 這幾個道士是奈他不合的 倒楣的是老頑童也在那兒 爹叫我告訴你 他已經苦思了七天七夜 想通了一篇經文 甚麼經文? 斯里里昂依納德 斯熱雀虛, 哈虎文伯英 你又在欺神騙鬼? 沒有, 是我親眼看見他從頭到尾 逐句意出來的 那就真的要恭喜你爹了 我還記得很多, 我背給你聽 或是騷動, 或是身重如霧震 或是身輕欲飛 或是其寒不熱, 或是身重如霧震 凡此種種, 須以下法領導神通 不日…不日… 接著講甚麼? 我不怎麼記得了 好像是說甚麼 以心眼見心內三十六五, 肅靜 你又不知道甚麼… 三十六五? 我不記得那麼多了 爹叫我問你 你想知道三千個字還是五千個字? 甚麼意思? 他說如果你能消滅全真教的話 他就把經文整理五千個字 讓我背給你聽 如果我不去呢? 你替我爹報仇的時候 殺掉周伯通和全真教 我就把其中三千個字背給你聽 我跟你爹交情平常 為甚麼他要委託重任? 第一, 全真教殺了你的侄子 你一定會跟他們勢不兩立 哥哥, 你很冷 不要多事 第二, 我爹誣了這本經文以後 就和那幫臭道士大打出手 根本沒時間給我解釋 這本奇書如果就這樣失傳 實在太可惜了 承蒙歐陽伯伯當天來桃花島說親 我爹說希望你念在令職的情分 把這本書蒐集成功以後 再傳回給我 我怎麼知道那些經文是真的還是假的 靖哥哥已經把經文寫給你了 只要你拿出了一對就知道了 好, 那就等我養足精神 明天救你爹吧 救兵如救火, 怎麼可以等呢? 到時候我替你爹報仇就行了嗎? 明天早上天一亮 我們就要起程了 好, 那你先好好休息吧 你爹報仇就行了 傻姑, 你明明是在桃花島 怎麼會到這兒來呢? 我不要跟著師公了 我要回家了 是誰帶你來的? 是不是這個楊哥哥帶你坐船來的? 這個哥哥是個好人 是誰帶你來的? 傻姑 怎麼是師公呢? 你可別告訴師公我逃走了 不然的話他要打我 好, 我不會告訴師公 但是我問你甚麼, 你可要回答我 你不要告訴師公我在哪兒 不然的話他會抓我去寫字 師公叫你寫字嗎? 是呀 那天師公叫我去書房 說我爹姓屈 我也姓屈 一定要我學會寫個屈字 叫你寫個屈字 寫不到十個字就在這兒睡覺 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你怎麼做人呢? 我…我以前也不會寫屈字的 你還敢頂嘴? 我要你寫五百個屈字 不然不准吃飯不准睡覺 我不寫, 我要回家… 不准你回家 我不要 爹, 救命 爹, 救我 好了, 我不逼你 以後再寫 不准你 有六個人 今晚我不見客 好了…帶他們到大廳 小姑, 你乖乖的啊 替我到大廳去招呼那些客人 請問黃島主在不在家? 莫非這位姑娘和那位仆人一樣 難道又龍又雅? 甚麼叫龍?甚麼叫雅? 黃島主到底在不在家? 他到底在不在家? 大哥, 現在我們怎麼辦? 只好在這裡等一等他 小姑 小姑 你過來 我不打你, 過來吧 師公 為甚麼你不幫我招呼那些客人? 他們個個都不好玩的 凶神惡殺, 樣子又難看 賣死人了 師公…你看看… 那個船頭找白了很多道士 他們也來找我的媽 小姑, 師公現在要去釣魚 待會兒你帶那些道士到客廳 和剛才那位客人一塊吃飯 師公, 帶我一塊去釣魚 你不能去 那些道士不識路, 你要去帶路嗎? 小姑, 師公出去釣魚 甚麼時候才回來? 師公?他還沒回來嗎? 你仔細想清楚 對了 可能是我走了以後 他才回來的 乖, 快通通告訴姐姐 小姑, 你別亂說 欧阳公在休息你知不知道 你別管他, 快說 我…我想聲點說, 行不行? 如果你再說, 我就… 楊康 就讓她說下去吧 就算她不說 這個丫頭也知道得差不多了 快點說 我去追師公, 追到了海邊 師公 我不是叫你給那些道士帶路嗎? 我…我不喜歡跟他們站一塊 師公…你帶我去, 師公 師公 有甚麼好哭的?再給我換一件來 師公, 我給你換一件也行 但是你要帶我去釣魚 給我換了再說, 來 帶我去釣魚 如果我不聽話, 我把你寫字從早到晚 去 我…我去 你叫我換, 也不肯帶我去釣魚 不過, 我拿那件衣服回來的時候 師公已經不見了 師公到底上哪兒去了? 我爬上大岩石上面一看 我看到師公做的那條船就在前面 那班道士的大船呢 也在後面跟著 船就越開越遠了 後來呢? 後來我自己就在岸邊玩小石子了 再接著呢 我就帶著這個哥哥跟那個公進去了 我叫你去死 你去死 你想殺人滅口? 這件事可以瞞著天下的人 但是一定瞞不過你爹的 我又何必要殺人滅口 你想問甚麼可以通通快快地問 其實我不用問, 爹已經猜到 但是我一定要傻姑說出來 你倒挺機靈 你還猜到些甚麼? 當初我也懷疑是我爹殺了五位 但是後來看到那麼多死屍 趴在我娘的墳墓裡 我就知道一定不是我爹幹的 我爹和我娘情深愛重 他絕對不會讓那些臭男人趴在那裡 而且他怎麼會走出墳墓 而不關上墳墓的門 阿湯, 我們當時的確有點大意 那你又怎麼會猜到是我? 能夠猜到是你, 並不困難 可以扭斷全金發的趁桿 當今世上沒有幾個人 不過很可惜 我猜錯了另外一個人 南西人死的時候 在地上寫了個十字 當時我想你的姓名不是十字開頭的 所以我猜錯了是裘千任的囚子 南西人竟然能活到建築地面 南西人臨死之前非常怪異 所以我想他是中了劇毒而死 裘千任練的是鐵掌功 所以我就更懷疑是他了 裘千任是用毒物來練掌 但是掌上面並沒有毒 南西人臨死之前慘叫 但是又說不出話來 而他的臉上還帶著笑容是不是? 不錯 他在地上縮成一團 但是又說不出話來 對不對? 對 對, 種這樣的毒 除了是鐵掌幫, 還會是誰 難道你忘了我是吸毒嗎? 我是用毒舌咬他的舌頭 所以他身上並沒有傷痕 所以講不出話了 得出 privacy 後來你又怎麼想到是我呢? 朱聰身上有一封信是提醒大家皇輩 而且還寫了這個字 他沒寫完就暈過去了 因為這個字沒寫完 你可以說是東字, 也可以說是西字 我當時還以為是天衣無縫 真的想不到留下了那麼多線索 為什麼我當時沒看到那書生寫字呢? 你忘了他的綽號叫妙手書生嗎? 怎麼能讓你看到呢? 我一直在想他寫這個十字 究竟是什麼意思? 楊康武功不高, 不可能殺五怪 所以我一直沒想到是你 葬了五怪以後 我一個人在桃花島 醒來就想, 想完又睡 我做了很多夢, 夢見牟姐姐 我夢醒以後 就想到這個兇手就是小王爺 笑話?牟念慈又沒死 他怎麼會給你偷夢呢? 你忘了嗎?你還有牟姐姐的一隻鞋 你怎麼知道我有她的一隻鞋 你殺了朱聰以後 就把我娘的陪葬品放在她身上 讓我們以為她偷東西被我爹打死了 不過你可別忘了 她的綽號是廟手書生 這有甚麼關係? 她臨死之前施展廟手 從小王爺身上偷了牟姐姐一隻鞋 那我就知道她來過了 說得很有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夢見牟姐姐和楊康比武招親 於是這件事就讓我全想通了 真沒想到那隻鞋 還有一段這樣的故事 韓寶君身上所種的是九陰白骨爪 練這種武功的人 只有黑風雙煞 但是他們都死了 靖哥哥認為 他們是我爹的徒弟 就一口咬定是我爹幹的 其實我爹從來都沒練過 九陰真經裡面的功夫 你們可別忘了 梅朝風生前也收了一個徒弟 所以南西人所寫的十字 是楊字的旗筆 但是靖哥哥怎麼都說是黃字的旗筆 怪不得當天在燕羽樓 郭靖會幫助全真六子來對付你爹 大體上你猜得挺對 但是詳細情形你還沒搞清楚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肯告訴我 我就說出我爹一經裡面的八千個字 好, 就算我全部都說出來 讓你也奈何不了我 當天我在別院那邊 全真六子和幾個武功高強的大弟子 決定明天殺上桃花島 找黃曉師了斷他們的恩仇 果然是個好消息 前輩, 我們何不… 何不趁他們鬥得兩敗俱傷的時候 把他們一網打盡 來呀…快點, 快來呀 黃夫人的墨在這兒 進去呀…快進去呀 怎麼啦, 都是大人了, 害怕 不要怕, 裡面有人在等你們 去呀 各位大哥, 我先進去吧 光刀主做事真是很古怪 招呼客人竟然是在墳墓裡 不然的話, 怎麼叫他是東邪呢? 他會不會另有目的呢? 我看不會的 我們的恩怨已經一筆勾銷了 大哥, 那邊 去 大哥, 黃刀主 黃刀主, 今天我們冒昧來打搗 是在有些要事先告 至於你跟全真妻子之間 可能是有些誤會 阿姨…你怎麼了? 大哥, 你們先走 大哥, 你們先走 大哥, 你們先走 有兩個人跑掉了 你去追他們 我爸媽試就來了 你去追他們 你去做菜 我來吃飯啊 我來吃飯 然後去吃飯 然後去吃飯 小心我吃飯 你吃飯 上面受過了 你吃飯 大哥, 我們分頭走吧, 你保重 不行, 師弟, 不行 大哥, 我們在一塊兒只有送死 如果我有甚麼不幸, 要為我報仇 不行 大哥, 火藥師來了, 走吧 你不必浪費力氣了, 早點解決他算了 你… 住手, 他已經中了我的蛇毒 何必要讓他死得那麼痛快 我出去找找那個瞎子 前輩 難道你突然間又起了側隱之心嗎? 當然不是 那為了甚麼? 到現在那瞎子還以為是黃耀師 殺害了他的兄弟 不如就叫他把這件事宣揚出去 讓天下的英雄都以為是東邪幹的 賢侄果然機智 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兒 要把島上的人全部殺了滅口 我們還有留下一個傻瓜 可能這兒還有很多秘密 等東邪死了之後 我們可以利用他打開這兒所有的機關 好 你的秘密倒挺好聽 不過… 我還有一件更秘密的事要告訴你 傻姑, 你要不要回家? 要… 傻瓜哥, 不好玩, 不好玩 你家裡有人死了, 有鬼的 你不怕嗎? 我家裡有鬼? 我…我不去… 那個人是誰殺的? 是… 你別胡說八道 傻瓜哥, 有姊姊在這兒 沒有人敢欺負你, 你說 是… 你想幹甚麼? 傻姑, 不准你胡說八道 傻姑, 如果你說出來 姊姊就跟你玩 如果你敢胡說八道 我就叫鬼來掐死你 不要… 有鬼 我是歐陽克的鬼魂 我現在來找你 不是我要殺的… 是他… 你看見我兒子被人殺死了 不怪我… 是誰殺的 他 我兒子被人殺死了 我是雀腿鬼魂 傻姑, 我來找你 別找我, 不要找我 不是我殺的 是這個哥哥用刀刺死的 不是我… 小王爺, 你算對得起我 前輩, 他是傻子 你千萬別聽他胡說 歐陽克是我請回來的 父皇非常重用他 我怎麼會無用故殺他呢? 好 是誰殺死我兒子 不是我殺的… 是誰殺的 不是我殺的 你乖乖, 你乖乖的都說出來 公公會給你好吃的 只要你都說出來 我請你吃密室 是誰殺死我兒子 對了, 傻姑 那個瘸子抱著的姑娘漂亮嗎?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我知道… 是這個哥哥的老婆 小王爺 我的兒子真是不知好歹 你冒犯了小王爺 他真是最該萬死的小王爺 前…前輩, 真不是我殺的 那是誰殺的 傻姑, 你跟我來, 坐這兒 歐陽伯伯, 你別怪小王爺狠心 也別怪令職風流 要怪, 就怪自己武功太高了 為甚麼? 不知道為甚麼 有一天我在牛家村的密室 聽到一對男女在談話 他們談甚麼? 小王爺… 靠靠 靠靠… 小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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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 小王爺 靠靠 小王爺 你怎麼啦? 你…你用毒針傷害我 臭丫頭, 你的急藥拿出來 人味假設沒有毒, 不關我的事 原來她是種了蛇毒 丫頭, 蛇毒方面唯我毒尊 小王爺, 你是從哪兒得來的? 歐陽伯伯, 是你下的毒 我也想叫她嚐嚐蛇毒的味道 但我還沒有下手 你可別忘了 你曾經有毒蛇咬死了南西人 他臨死之前打了我一掌 那些毒就在我的軟胃甲上流下來了 楊康剛才這麼巧打中那個部位 那些毒自然就傳給他了 簡直是報應 楊康, 你也有今天 歐陽先生 我求求你舅舅康兒的命 小王必報大德 皇爺, 皇爺, 你兒子的命是命 我兒子的命就不是命了 打那麼死法, 簡直太便宜了他 歐陽先生 我求求你舅舅康兒的命 甚麼條件, 我都可以答應你 皇爺, 皇爺, 你沒事吧? 皇爺, 皇爺, 皇爺 先把皇爺扶出去 皇爺, 皇爺, 皇爺 皇爺, 皇爺, 皇爺 怎麼樣, 皇爺, 皇爺 父王… 父王… 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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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兒, 你救救我… 康兒, 你沒事吧? 父王… 康兒 長好, 康兒, 王爺, 王爺 上網… 小公 康兒… 康兒 王爺, 王爺 父王, 父王 康兒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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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康兒, 王爺, 王爺, 王爺 怎麼樣了, 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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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王爺, 王爺 康兒 王爺, 王爺, 王爺 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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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扔下我 康兒 康兒 康兒